我們主要是講到那個有關這個日期方面的函數 裡面的話有這些主要當然 日期的格式化啦 OK 格式化我那邊有強調 日期 實際上它就是一個數一個整數啦 相對於1900年1月1號 相差幾天啦 那時間的話就是 一天 就24個小時 那一天的話實際上紀錄代理只有1啦 所以一個小時就是二十四分之一就對了 為了小數點 那實際上計算的方式大概大同小於 日期跟時間大同小於 那計算日期 當然計算天數比較沒那麼麻煩 但是計算月跟年的話你可以用DATIVE 我覺得DATIVE這個函數實在太好用了 你目前來看呢好像沒有一個函數 可以完全的取代它 如果你要計算 日期的話如果你不用DATIVE 你可以用DATE函數啦 不過DATE函數 他很麻煩 他必須指定給他年月日 還必須先把一個日期的年月日 先分開來 那要分開來可能你就要用到 Ear,Month,DATE 三個函數 才能夠去做後續的計算 那真的相當的麻煩 所以DATIVE我想還是比較 重要 另外還有用VBA輸出啦 那因為要把VBA輸出 因為VBA裡面沒有一個完全可以取代 DATIVE函數 所以我們可以用什麼 把DATIVE的公式 放到VBA裡面 那我前面有強調 要怎麼把公式 放到VBA裡面 把兩者結合在一起的方法 OK 那就是 至少要注意兩點 比如說雙銀號要變兩個嘛 那裡面的裂號要把它用I這個變數取代 方法 我想前面都有啦 你這個東西 一定要自己動手做過 而且我覺得除了會之外還要熟練啦 因為很多人都會 但是 再緊要關頭都忘光了 都 蠻東蠻西 有時候這個地方 奇怪這怎麼做 我忘記了 因為你不夠熟 很多東西其實就是除了要會之外 還要很熟練 我發現很多人 跟他講他說會啊會啊 你做 我那邊慢慢摸摸摸 因為他忘記了 所以 記得啦 我覺得還是要你要再找 除了上課練習會之外 你可以找其他 相關的跟日期有關的計算 你都可以拿來用用看 其他還有什麼呢還有那個 插入列跟刪除列 有沒有這個也蠻好用的工作裡面如果你剛好會需要每一列下面都幫你插一列 或者每一列下面都把列給刪掉的話 前面也講過啦不過我用的方法有至少兩種嘛一個是不寫VBA程式的 一個是要寫VBA程式的 那哪一個比較好我想你工作裡面如果遇到這種情況 常常一定會遇到啦 控牌列一堆怎麼辦 你要怎麼把他快速刪除 另外當然還有除了 不是刪除控牌列的我常遇到是什麼刪除重複列 比如說你資料 重量資料 重複一直重複 怎麼辦呢你要把它刪掉 那你要刪掉的話 如果你不會寫VBA的話 那就很麻煩 為什麼 我看有些每天刪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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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 所以另外還有格式化的部分 怎麼樣去格式化禮拜六、禮拜天 那最後我有用到的一個叫設定格式化條件 裡面呢 直接把Excel裡面的公式 有沒有 帶到那個 裡面 裡面用weekday 最後一個是什麼 因為禮拜六 他 除了說禮拜 weekday等於7 還有一個是如果空白他也會格式化 所以你要把它避掉的話 你可以把AND的邏輯有沒有 把它加進來 那這個東西的話就是我們上個禮拜上課的全部內容 通通都在這裡 所以你回家 反正你忘了的話你就把它再看過一遍 那當然你也不用從頭看啦 我發現學習不用像以前線性的學習 你不用說我強烈不建議你從頭看啦 沒事幹嘛沒事一直讓 要有效率的學習這很重要 像我學東西啊一本書我拿來我不會從頭第一頁開始看 我會把我不會的部分 的章節先看一下 如果會的話有些地方就跳過來 為什麼 會了 不要再浪費時間了 所以有效率學習這件事還蠻重要 而且像學習這種工具的東西 其實 我覺得你的心態也不要把它當 當了文學作品一樣 他其實沒有任何感情的 會就會不會就不會 所以你就是 想說 至少你要先知道 再來可能就是你要為用之外 再來熟練他就好了 然後另外記得 因為呢 人的記憶力很容易衰退的 所以你現在會呢 不表示呢 你一個月 三個月之後 還會 所以記得 你做完之後 你要留下 什麼呢 留下你會的那一些記錄 像我都把它放雲端 所以即便呢我有時候 我上課 有段時間沒用到忘了怎麼辦 沒關係啊雲端打開 手機打開 隨時呢又可以看到 之前的東西 另外錄影有個好處 什麼好處 連續動作 因為有時候你雲端即便 那個 畫面有截圖 可是那個畢竟是 一個圖而已 那有些動作你忘了怎麼辦 看影片就好了 所以有沒有 YouTube上面呢 有這麼好的管道 那要善用 而且我最近發現 最近那個YouTube好像那個YouTuber 這個有點大爆發 我看 你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YouTube 現在好像 年輕人很喜歡自己拍影片上傳 好多 而且很多那種 大學畢業生吧 他的職業就是叫YouTuber 所謂YouTuber就是拍影片上傳 他沒有去做別的工作 他的工作就是拍影片就對了 而且不是只有台灣喔 全世界都有 那你說這能不能 能不能當成一個職業 其實我倒也不會覺得說那也不是 也不是一個 壞工作啦 至少 我覺得他有時候你那個 有點像自己是當老闆 你的薪水多寡 有你自己決定 因為呢 你要能夠賺更多的廣告費 你要能夠做更好的內容 才會有人看嘛 像我現在有錄影啦 可以把它放YouTube 其實我就是一個YouTuber 但是我不是那種YouTuber 我 我主要是拍影片是希望你們可以學的方便啦 而不是像他們是要 要划中取從嘛 至少要有一點點 很搞笑的啦 不過我也很想要搞笑 想想 好像不太適合啦 所以有些地方 但是你沒有一些笑點喔 感覺上幾課來這種課程喔 又會非常的 非常的硬喔 所以 不過我覺得 還是要放輕鬆啦 這個地方跟各位講一下 那論壇裡面都有喔 所以喔 記得善用這些 這些這個 學習的方式 而且呢 盡量慢慢我覺得有時候學習喔 不一定是要填壓 而且刻板啦 我覺得有時候要學得愉快嘛 對那所以我用這種方式啦 你也許上課一下沒辦法聽懂 或者你下班的時候 趕來很累 突然沒聽到的話沒關係 你還是有學習的機會 就像最近有炒那個什麼文言文有沒有 你到底 我是覺得啦 學習真的 重點在學生 而不是在老師 所以如果你讓學生覺得 學起來喔 很 不愉快的話 我覺得何妨喔 暫時不要給他們 等到他們有需求的時候呢 你再給他們 他真的就會學得非常的 有興趣 有熱情 就會 像我 記得我以前喔 曾經有一段時間 非常喜歡看那個文言文小說 我可以瘋狂到 一整個晚上都不睡覺 可以把一整個像三國演藝 把它K完 為什麼因為我喜歡 你不用逼我我就會看 你逼我反而不喜歡看 為什麼因為我 看那也沒感情嘛 沒感覺 因為我要背 因為我要考試 如果說像這種東西啊 你就是 要引起你的興趣啦 就像這個 這個 課程一樣 我希望你們在工作裡面能夠得到 幫助 你就會有強烈的 那種 需求想要把這東西學好 因為非常多的同學 其實 他的來學習的動機 都是因為 希望讓工作效率提高 OK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數學函數 部分 第一個如果說用公式的話 當然比較麻煩 就是 他的比重乘上什麼呢 他的分數 加上他的比重 乘上他的分數 比重自己加 這個這個預設沒有 在乘上什麼 他的這個 你會發現 這就是用公式的方法 不過這方法不是很OK的 另外你可能要注意 等一下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的話 列號會增加 所以第11列的這個比例呢 不能增加 所以你要在11前面加個錢的符號 這個錢的符號就是表示呢 他固定住之後不會動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個錢的符號向下填滿 11會變成12 會變13 每一列會增加1 所以 在那個什麼的 11前面加一下 OK 這個概念應該有啦 那什麼時候要加在 那個前面的藍呢 就是當你向右的時候呢 他 藍號會增加 因為現在我們沒有要向右 所以不需要 去 那個什麼的 在F前面加 不過一般的書裡面都是直接叫你按F4啦 直接怎麼樣 兩個都鎖 不過其實這一題根本不用 只要鎖列就好了 這個概念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概念的話 有時候 該鎖列的時候沒鎖到 該鎖籃的時候沒鎖到 那你就做不出來了 這個當然 後面會有一些例題 可以再說明 把它打勾 向下填滿 越好成績就做得出來 不過這個方法 你會不會麻煩 如果你成績多 當然就不OK 所以呢 再來我們可以用什麼呢 剛剛提過的三波打 三波打 那你可以往下看一下 Sumif 三波打 那這個函數主要什麼 兩個範圍 相乘 乘七 總和 可以幫你返還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 第一個先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第二個範圍選起來 但如果你要第三個範圍 你還可以再選起來 互相乘 其實就是剛剛那個公司 乘完之後 結果的結果相加就對了 OK 那它最多呢 可以到255個 不過一般沒有人用那麼多 那按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結果就出發 把它取整數好了 向下填滿 OK 當然你向下填滿的一樣 這個地方 它因為列號會增加 所以怎麼 D12 怎麼辦呢 得把什麼呢 11 給鎖起來 因為你11如果沒有鎖起來的話呢 那它就會變 12 13 11 列號會增加 所以你把它鎖起來 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那VBA的話呢 基本上有幾種方法 不外乎就是把公式 丟進去 再 結果輸出 又不外乎就是怎麼樣呢 不過這個方法是 丟公式 那不外乎就是說 如果我不要用那個丟公式的方法 我希望在VBA裡面計算完之後把結果丟回來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VBA 那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你可以寫一個方選 所以再來一樣 需要把什麼呢 那個環境先叫出來 然後呢在這邊也許是 插入一個什麼呢 插入這邊 往下 先第一個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再來的話呢 在這邊插入程序 程序的話呢 基本上如果是按鈕是suck 如果是制定函數是function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什麼 它是一個按鈕 然後我這邊就可以 suck好了 也許叫什麼成績函數值按確定 那這個部分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這個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阿 輝影 聲音 滅